我們看看Jason的看法 就是維他奶的345 這個是Tommy 他說怎樣看? 他又不知道有沒有貨 這些股的變數是可以很大 問題是究竟現在內地的抵制風波 會持續多久呢? 坦白說真的沒有人可以回答你 因為你看看之前Nike、Adidas 這些外資運動用品品牌 本身我自己都覺得 影響真的不會很長遠 可能你抵制一、兩個月 基本上就會慢慢復原 結果你看看這一、兩個月 即有六月打後 基本上他們的消程是沒有五月那段那麼差 但是你計算那個復甦的動力 不算特別高 而且真的比起國產那些運動用品品牌 都還是差一點 這個是有一點出乎我自己的意料 你說在飲食當中 或者這一類做零食 或者飲品當中 會不會那個情況未必有那麼大影響呢? 都很難說 因為始終現在內地本身 也都有很多自己的品牌 那些豆奶也好 其他的飲料也好 基本上選擇是很多 所以如果你說現在內地那邊 網民 真的在說反對聲音都還是這麼激烈 那對他的消程可能真的會有一個 比較長的打擊 即不是說單單幾天 或者幾個星期的事 所以這些股份有一個不確定在這裡 我就覺得不薄的 而且加上他的股值不是特別便宜 因為如果你說本身不是 維他奶跌下來之後 最近可能是十多倍PE 那你說也還有一個誘因可以買法 但是你想想現在跌下來 你揹著PE都還說了四十多倍 所以在股值的角度上 我覺得就真的不算太吸引了 Jason覺得現價也不是一個很吸引的水平 雖然比之前也跌得多